- 歡迎到5mmo.com 並且輸入優惠碼NOX 結果想要5拍優惠喔 哈囉你好我是諾斯 就來昨天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8月26號的時候 NBA 2K20的My Team模式 終於發出了最新的消息 那今年的改動我 大家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這件事情 NBA 2K20的My Team模式 即將走入手遊化 雖然我覺得這樣的一句話 可能沒有辦法讓人家覺得 這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革 那這邊的話我會一一的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我這邊所看到的這些內容 那今年的話有幾個首先需要先講到的內容 首先今年取消了你可以在任意位置放置任意球員這件事情 例如說像是YES ATKUMBO 你可以把它拿來打控球會 在未來的NBA 2K20的My Team模式裡面 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 變成你必須去使用它的主要位置跟次要位置 例如說像是Jian Wellington他只能打4號位 Ethan Davis他只能打4-5號位 然後像是Dunama Mitchell你可以拿去打2號位 那這樣的一個跟動的話其實有一個好處 首先在去年的時候大家應該都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控球後衛完完全全沒有任何人會使用 而我的這個意思的話就是 除了Matic Johnson 除了Ben Simmons之外 沒有任何的控球後衛會被拿來台上 呃就算會的話也偶爾一兩個會去這樣用 但是其實基本上主流還是以這個 YES ATKUMBO啊 Mancho Kerenko啊 或者是像是Matic Johnson這樣的球員 就是屬於高控球來打一個這個位置 呃今年的話就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最多最多就是Matic Johnson還有Ben Simmons這兩個高控球 要不然就是這個Penny Hardaway這樣子的球員而已 那在這樣的話其實可以有效的讓所有卡片都有他該出現的一個時候 他這個改動的話其實有好有壞啦 然後壞處的話你就是很難玩一些特別的陣容 例如說你想要打個五個人都是控球後衛 或是五個人都是這個中風的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之後的話就沒辦法使用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改動的話可以讓Matic模式走向更加電競化的一個方向 那我對這件事情的話是保持一個樂觀態度的 好那今年新增的另外一個系統就是我們這個卡片進化這個系統 其實卡片進化這個系統在我眼裡感覺就有點像是 卡片要刻素材的概念 當你使用這張卡片在場上完成了某些條件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讓這張卡片做一個進化 他可以從綠寶石進化成藍寶石、紅寶石甚至到紫水晶 也可能是其他卡片可以進化到更好 甚至今年的話會有這個Icea Thomas 可以從紫水晶直接進化到銀河蛋白石 其實我個人認為這樣子一個系統的話 其實可以有效的幫助你對這張卡片的這個依賴性 你可能認為這張卡片你用的非常非常適合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讓他做一個有效提升的這個能力 幫他來徽章啊幫他來能力值啊幫他做一個提升 那這樣的話就是可以有效的讓一些卡片你覺得用了很得心一手卡片 然後讓他慢慢的做一些進化 那我認為這個改動的話其實事實上 你可能對這張卡片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依賴 你想要把他變得更強 那你就會不斷的去鑽研他的打法 然後並且去達成他的條件 讓這張卡片變得更強 但是如果你是原本那種科技玩家的話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買天的遊戲幣 去購買其他的那種卡片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要素的話也是不錯的 那其實我對這個系統的話我是認同的 因為有些人的話他可能就是時間比較多 但是他可能錢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免費的進化他的卡片 只是他所花費的時間或許會更多一些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提到我們這個三重威脅的模式 那三重威脅這個模式的話 是從NBA 2K19開始進入到大家的事業裡面 其實大家在去年的話還蠻多人喜歡玩這個模式的 他整個玩法的話其實有點類似這個mypark 也就是這個公園模式 所以他玩起來感覺的話更加的free 很多人會喜歡玩這個模式 雖然我去年的話是並沒有那麼多 時間在玩這個模式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這個獎勵的話 可能我在這個拍賣場就可以買的到 我就沒有必要再去這個地方去玩這個模式 那其實在今年NBA 2K20的這個 三重威脅設計的話我個人認為是更好的 因為其實除了獎勵機制之外的話 我們還可以從這個盛場里程碑去拿到更強力的卡片 包含這個100盛場的desmondmason 甚至是1000盛場的這個dominic wagons 這些都是讓我們有更加的這個原動力去做這個三重威脅這個遊戲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三重威脅在這個外來的NBA 2K20的話 或許會成為除了unlimited之外的話 會有更多人想要去遊玩這個模式 那這邊他獎勵機制的話 也是從去年的這個彈珠台把它改成了老虎機 就是我們可以拉吧 當你拉到三個同樣顏色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那樣的一個獎勵 那除了紫水晶啊 鑽石卡片啊 甚至還有粉鑽卡片這些獎勵 那或許這個獎勵未來也會做一些更動 那我們之後可能會再看到其他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三重威脅這個模式的話 我明年可能會稍微再多玩一些 因為他一場比賽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會更加喜歡玩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提到我個人認為 最像是手遊的一個部分 對沒錯就是我們這個登錄獎勵 NBA 2K20的話他是希望更多人進去玩這個might team模式 所以他這邊的話會設計很多免費的獎勵給大家 其中就是包含了我們這個每日登錄獎勵 當這個遊戲發售的9月6號之後的話 你從第一天開始可以每天登錄 而你登錄7天的話他就可以免費送你這個紫水晶卡片版本的這個 Steven Nash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的話也可以讓一些 比較不喜歡課金的玩家的話可以免費的獲得一些強力卡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的話也是讓更多人會想要玩might team模式的一個原因之一 而這個每週登錄獎勵的話他會以一個輪盤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就可以有機率可以抽到這個紫水晶版本的這個Spinash 那其他的話也有像是鑽石的鞋子 包含了這個代幣 包含了這個免費卡包等等 那其實這樣的話也對一些無論是新手玩家 無論是無課玩家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更動 那今年的彈珠台的話 其實整體來說變得更加有新意 彈珠台他會有許多不一樣的一個型態 而且他是在這一年之間逐步的開放 那我們可能會有新的這些獎勵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一起拭目以待 好那最後一件我想在Might Team模式裡面提到的事情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重新設計過的這個爆氣表現 那這個爆氣表現的話其實在去年我是真的無感 我得跟各位講我是真的沒有感覺 去年的話其實有非常非常多時刻 包含像是Klee Thompson那個時候可以在外線投下24頭14中 這樣一個成績然後拿下總共52分 雖然他當天是屬於火熱的狀態 但是他隔天的表現卻又直接跌回谷底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的話其實說個實在的話 NBA圖給觀眾其實也很難去 來幫他做一個火熱調整 所以他們今年的這個方式的話就是讓這張爆氣表現卡片 他可以有無火熱、低火熱、中火熱以及高火熱 四種情況 就是有些球員可能他打出平時 稍微再高一點的表現他就會變成低火熱 然後像是他直接打出那種生涯新高表現的話 他會直接變成高火熱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是有效可以讓這個球員本身 他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而不是那一種可能前一天非常非常好 然後後一天突然間跌回谷底 那這個到底要火熱或是不火熱 他們自己也很難辦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 折動的方式可以讓這整個的這個 爆氣表現卡片的話 他會變得更加有收藏的價值 而不是單純的只是用來做一個收集獎勵而已 好那我們今天洋洋沙沙講了這麼多 其實我在MT模式所投注的心血也是不少了 包含了我猜測至少有700多個小時以上的 這個MT模式的這個遊戲體驗 那其實說的實在話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歡去年NBA 2K19的這個MT模式 呃除了一些比較低級的包含可能像是穿模啊 呃包含可能像是被握護這些狀況 所以才會讓我有時候這麼生氣啦 但是整體來說我是喜歡NBA 2K19的MT模式的 那在今年看到他們願意有這麼多的心血投入在這裡面 我自己看點是非常非常開心的 那除了這個 像我 我自己一定會課金啦 我先跟各位講我一定會課金 那就算是無課玩家在今年肯定也會有一些新的一個玩法 所以也不用那麼擔心 那大家肯定都可以在MT模式裡面有更加好的一個遊戲體驗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希望這個訂閱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那別忘了下下方訂閱 別忘了下方訂閱 別忘了下方訂閱 分享到這裡是關注我的追命動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